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流失大约32万观众 究竟流失的观众少受到适机行动所影响 其实不得而知 不过事件总算到一个段落 艺人阿叻,陈百祥当然无需从将军澳回家 大家知道无可能跌至2-3点 无线早前承诺如果足30点捐300万给社博机构 表面上是常算慷慨 29点都照捐如意 但这件事情出现了两个原则性的错误 我觉得这些错误经常在Youtube群体当中都会常发 首先就是阿叻的无知 本来作为艺人说话通常都不用太负责任 因为他经常出现娱乐版 但当去到一个港民版场下 大家会用一个比较严肃严谨的角度去听你说的话 于是你出其狂言 大家就当是弃然 但跟着呢 他觉得自己好行 跟着上到商台之后访问 或一听过访问 又发觉是对整个香港社会的现状 很多基本资料 完全没有掌握到 于是就丑态不劳了 D 创就说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很多的说话 三人们自己在教会讲 混在四部墙 大家都得过扯过 并且基督徒一个包容些 有时讲错误 甚至不求甚解 都算了 但当我们有关的言论去到公众的空间 于是很多问题 就会错流百出 关键仍在于我们连基本的资料 无法掌握 于是 在错误的资料的基础 和有限的所谓常识 通识底下 我们就出现了很多 是错误 是宜笑大方 阿叻当在艺人方面 都算是一个多面手 也都可以有很高的支持度 但呢 你就不要越过你的界线 你去到你完全陌生的 一个社会的政治的氛围当中 去到自己完全没有掌握 不认识的一些话题里面 就出现了一种 是虔牢寂窮的 无知的错误了 无线又如何呢 他就说 如果是收市够三百点 我就捐三百万 但实际上 这就是把收市率 和你的善行 踏上了 这其实是一种的要挟 也是一种 是比较上的取巧方法 即是说 用这种方法 去刺激人去看你 于是 名外未中计 名外中计 又引起社福界非常之尴尬 我相信这些是领受 无线的捐献的机构 即是 其实呢 内部可能都有一些 不同意见的 这就是将 本身的利害关系呢 是绑上别人里面 于是令到别人呢 就成为你一些 所谓的陪衬品了 那种情况 如果激徒呢 可能是做某些事情 甚至呢 是自己创业做生意 经常都有这样的情况下 哇 上帝祝福我 如果 我有达到某种收入 有某种盈利呢 我就能够 奉建百人之几 给教会了 上帝什么时候 需要人用这样的方法 去奉建给他呢 我们一切都来自 上帝的恩典 什么的恩典 就是白白而得 不是土教国家 所以 无线的行线 是将 社福机构 绑在自己的列车上呢 其实是一种的偽善 并且带来社福机构 无限的尴尬 如果看回这些社福机构 基本上 都是多年 是光顾无线做大叔 每年这些籌款大叔 其实呢 它都是贴很多钱 给无线的 不是说呢 是白白帮你做的 贴钱给无线做大叔 有时候呢 所得收入呢 可能都紧购 这个制作成本 紧购开支 赚了 这个宣传意义 所以基本上 你了解内情 就知道 无线此举 完全是偽善 无知 和偽善 也就是 今次 阿聂和无线 所犯的错误 同时 都是 好多基图 经常 自觉 或不自觉地 犯的错误 我们必须引以为鑑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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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